中国女排开门红 巴黎奥运会女排比赛小组赛 中国女排3比2美国女排 这是中国女排时隔20年 在奥运会赛场战胜美国女排 本场比赛 李莹莹独得26分 决胜局得到9分 朱婷17分 龚翔宇13分 袁新月12分 德鲁斯29分 斯金纳17分 奥格伯古13分 华盛顿11分 普鲁莫10分 第一局开局比分6比6 此后阶段比分很胶着 直到中后局阶段 王梦杰不断在后排贡献 精彩防守 中国队反击频频得分 将比分拉开 最终25比20拿下第一局 第二局开局 德鲁斯打得非常活跃 中国队进攻受阻 5比7落后叫了暂停 来到中局 袁新月连续单人拦网 拦死美国队的快攻 12比10反超比分 中国队全面开花 防守给力 朱婷 袁新月反击频频得分 17比11拉开比分 朱婷也展现了不同以往的状态 直接把美国队打蒙了25比19 再下一局 第三局 美国队更换了首发主攻 中国队在两点攻轮次进攻受阻 开局5比10落后 进行2点换3点 龚翔宇和朱婷进攻得手 将比分追到9比11 逼迫美国队暂停 随后 中国队一传出现波动 再次将比分拉开19比14 最终 美国25比17 拿下第三局 第四局开局 中国队1比4落后 及时叫了暂停 调整之后 中国队9比7反超比分 中局阶段 中国一传不稳 美国17比14 中国队做出换人吴梦杰 换下朱婷 上场之后的吴梦杰 连续扣球得分 将比分追到18比18 中国队局末崩盘25比20 美国队将比分追成2比2平 第五局开局 中国队3比5落后 叫了暂停 李盈盈这时候站了出来 进攻频频得手 比分领先11比8 随后 王媛媛一扣一篮 15比13 拿下比赛 中国女排顶住压力 战胜 未免冠军 美国队 太棒了 随着这场比赛的胜利 只要在第二场 拿下法国女排 中国女排就将小组出现 锁定八强资格